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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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一年呢 可能不一定也有一度的 這個教學時間啦 那因為有 際於呢有某一天啊 實在是跟客人 在那邊吵那個總費用 吵得不可開交 因為這個總費用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初估嘛 就是6到10% 之間嘛 這是一個初估 可是它未必就會在這個區間裡面嘛 因為你這個是看經驗 以及這個金額的大小 而會去影響到 你這個6到10%的這個區間 那我怎麼 能夠去保證說 你這金額就一定會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客人你要我保證 那我辦不到 我真的辦不到 客人甚至還說 那如果超過了是不是我來補 那我一開始就給你報高一點就好了吧 我報高一點 那我如果說 你後來 低於我報的數字 那是不是我也不退 你就全部給我 是不是 那大家這樣公平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建於這樣 我就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 之間的這個差異 我們拿兩個例子 一個是比較低的價格 那一個是比較高的價格 也不是說高啦 就是普遍大家購買這個金額啦 那因為我那個客人是買的真的是有夠低的啦 那很難保證會在這個區間裡面 那你一直在電話裡面呢 你可能聽不懂 所以我這個時候呢 剛好趁這個機會 可以講解呢 給大家聽 讓大家來理解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之間的這個差異 那我們今天呢 我拿兩個例子 一個是 接近五百萬的案子 那我們來用這個 四百九十八萬這個案例喔 來分析給大家聽 首先我們這個 買賣代金呢 是 四百九十八萬 那故都稅呢 故都稅會有個清算 我聽很多台灣的客人說 欸台灣沒有故都稅清算 就都是賣方出了就出了 不會跟你另外算 日本會喔 日本是按天去算 日本人是很計較的 就是他一定跟你算金 不會讓你就是 感覺你賺到 不會 我們就是算得很明 大家都 你不欠我不欠你 這樣也很公平啦 故都稅是每一年是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 那後面呢 因為我有故都稅的清算 什麼是故都稅的清算呢 每一年啊 每到每年的四月份左右 那賣主呢 會先把往後一整年份的 故都稅都繳清 比如說今年是二零二三年 那其實他在四月份的時候 已經把故都稅 繳到了二零二四年的三月三十一號 那今天我如果是七月一號 我交屋 那我是不是就要 我是買方我就要補 七月一號到隔年三月三十一號的這個 故都稅 那好我們來看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故都 固定資產稅等清算金 那最後算下來是二四九二三 二四九二三 好不好 那登記費用呢 登記費用在下面 這是十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元 那登記費用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個案子 我們就是拿一個來舉例 因為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再來看 中介手續費就是給我們的嘛 那這個很好算 這大家都算得出來 但是登記費用呢 大家算不出來 固定資產稅 其實這個很簡單 因為固定資產稅 基本上你都是問得到的 但是登記費用的清算 這個比較複雜 這個不好算 那中介手續費呢 這邊很好算 就是拿四百九十八萬 去乘上三趴 再加上六萬 你再去乘以消費稅 目前的消費稅是十趴 所以就是四百九十八萬 然後乘上三趴 再加上六萬 再乘上一點一 就會是二十三萬零三百四十元 二十三萬零三百四十元 這個比較好算 這大家都算得出來 那印花稅呢 印花稅它也是固定的 印花稅它這邊是一千塊 那這個一千塊怎麼算的呢 好我們來這邊有個表 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 那現在就是兩百塊 那五十萬以上一百萬以下 就是五百塊 一百萬以上五百萬以下 那就是一千塊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因為它不超過五百萬 所以它就是一千塊 那超過五百萬 小於一千萬的 它就是五千塊 那如果它是一千萬 那超過五千萬 一千萬以上 然後低於五千萬的話呢 它就是一萬塊 OK 那就是以此類推 這邊它這個是固定的 就是看金額 你金額在哪一個range 那它最終它的印花稅就是多少 這個是固定的 這很好算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是不動產取得稅 不動產取得稅其實也不好算 不動產取得稅它也是比較複雜 但是這邊教大家一個公式喔 這公式很簡單 你就是拿固定資產稅乘於兩倍加三萬 那大部分就會在這個資金 就會在這個區間裡面 比如說我們這個不動產取得稅 最終算出來是八萬六千七百塊 好那它一年的固定資產稅是多少 好我拿三萬一千三百四六 乘於兩倍再加上三萬 好是不是就變九萬兩千六百九十二 那就是在這個區間 就很接近至少很接近 你就這樣算就對了 這樣算就很方便 現在好我們所有費用出來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是四百九十八萬的情況下 那你的總費用 大概會是你的房屋金額的幾% 我們來算一下喔 現在算出來呢 總共費用呢 總共費用呢 會是五百四十七萬六千九百二十三塊 好我們去除以四百九十八萬 總共費用佔了 九趴九點九趴 九點九趴 快接近一成了喔 快接近一成了喔 也就是我在六到十趴這個區間 它差一點點就超標了 意味著什麼你知道嗎 意味著如果你今天買的是四百萬的房子 它很有可能就超過十趴了喔 那你如果買三百萬的房子 會不會超過 絕對超過 也不一定啦 但是超過的機率非常非常大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沒關係我等一下在最後講解給大家聽 好我們現在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好第二個例子呢是三千兩百八十萬的這個案子 我們先來看它的總金額是三千兩百八十萬 好它的固定資產稅的清算是七萬五千六百四十一 好然後我們再看這登記費用 它的登記費用是二十五萬七千一百六十塊 好中介費用三千兩百八十萬乘以三趴加六萬再乘以一點一 如果說之後消費稅就變十二趴 那它就是乘以一點一二喔 好我們再來看下面 印花稅為什麼變成一萬塊了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好印花稅它是有個區間的 那這個區間在哪裡 是一千萬到五千萬之間的這個區間 那現在的印花稅是多少呢 是一萬塊 是一萬塊 好我們再來看最後一項 不動產取得稅是二十七萬三千八百塊 那不動產取得稅會在三個月後才會給你 好那我們現在全部算下來的話呢 它全部的金額呢 會是三千四百五十六萬五千零一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佔了它房價的多少的佔比 好三千四百五十六萬五千零一塊 去除以三千兩百八十萬 好等於只佔了五點三趴 都還不到我講的六到十趴之間 全部的費用呢 最後只佔了五點三趴 你懂我意思嗎 欸剛剛那個佔了九點九趴喔 現在這個為什麼只佔了五點三趴 因為你房子價值不同的關係 每一個案子它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你不可能一槍打死說它就是落在多少 如果你硬要我這樣子算說它就是會落在多少 那OK我就是都幫你算高 比如說一般仲介你在外面找日本仲介 日本仲介怎麼幫你算 它直接在登記費用這邊直接寫三十五萬 你自己去外面找找看 看它是不是都寫三十五萬 你四百萬房它寫三十五萬 五百萬它寫三十五萬 三千萬它寫三十五萬 對不對 你去外面看一下 對啊那我就按照那個方式跟你收錢喔 如果說你真的要我算準的話 我就跟你多算喔 沒有辦法很穩定的在一個區間 你今天是買的是房子 不是說買一杯飲料 一杯飲料就一百塊 就固定一百塊 不是這樣 因為它還有稅的問題 這很複雜 OK那我們現在來講 怎麼去算這個固定 固定資產稅 怎麼去算這個登記費用 怎麼去算這個不動產取得稅 固定資產稅的話呢 我們今天來看 就是直接拿這三千萬這個案例 其實每一個案例它都是一樣的 這個功課證明書 有這張單子的之後呢 那它上面會有寫 寫什麼呢 寫說 課稅的標準額 跟課稅的 評價額 就是它會有兩個金額 有標準額跟評價額 你要取得不同的稅的時候 會用不同的 這個金額 比如說你今天是用固定資產稅 你今天要算固定資產稅的話 它就是拿課稅標準額來算 好固定資產稅它的土地呢 它價值是 九十二萬兩千一百六十六 那家屋的部分是 六百三十六萬五千塊 合計就是七百二十八萬七千塊 那它的稅率是多少 是1.4% 是1.4% 所以你可以算到 它這一整年的固定資產稅是多少 是十萬兩千塊 好 除了固定資產稅還有什麼稅 都市計畫稅 所以合在一起我們叫它固都稅 那我們現在來算一下這個 都市計畫稅 都市計畫稅呢 它的稅額 稅率是0.3% 0.3% OK 那我們就可以算了嘛 一百多萬加六百多萬 你看它下面 合計八百二十萬九千塊 那算下來 兩萬四千六百塊 所以最後它的 每年的固定資產稅是多少 十二萬六千六百塊 十二萬六千六百塊 它是這樣子算的 固定資產稅是這樣子算的 但是 很複雜嘛 大家一般不會計 只會計什麼 欸 這每年的固定資產稅是多少 每年的固定資產稅就是十二萬六千六百塊 那當你今天想要取得不動產取得稅 怎麼算 要不要算很複雜 不用 就拿這個十二萬六千六百塊 再去乘上二 再去加上三萬 等於多少 等於二十八萬三千兩百塊 你就把它當作是這個金額就好了 不用算得太細 差不多就好了 買不動產就是這樣 不然你太複雜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 第二個 登記費用 登記費用怎麼算呢 登記費用怎麼算呢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登記費用的算法 好 登記費用我這邊就要掉 一定要拿到功課證明書 拿功課證明書來調資料 好 功課證明書拿到之後 它會有分 來你看這個 可能沒辦法給你們看得太詳細 因為會有那個 有一些個資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上面這一份 我現在螢幕上面這一份呢 它是家屋的功課證明書 家屋的功課證明書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家屋功課證明書 它上面的金額是多少 標準額 課稅標準額跟四年度的價格 我們要看的是價格的部分 價格是6365,000塊 6365,000塊 那 家屋 稅率是幾% 家屋的稅率是千分之二十 也就是0.02 等於是2%啦 對 家屋是千分之二十 0.02 那你拿 6365,000塊 來我們這邊一起算 6365,000塊 去乘上稅率是多少 2%是多少 127,300塊 127,300塊 大家先記住這個數字 127,300塊 好 我這邊也先寫一下 127,300塊 好 我們再加上 加上什麼 土地的稅率還沒算 土地的稅率是多少 是千分之十五 好 那千分之十五看哪邊 這裡有一個四年度的價格 有沒有 四年度的價格是 五百五十三萬三千塊 五百五十三萬三千塊 去乘以稅率多少 千分之十五 答案是多少 八十二萬九千 八十二萬九 不好意思 八萬兩千九百九十五塊 八萬兩千九百九十五塊 好 那我們就把八萬兩千九百九十五塊 去加上 我們剛剛算的是多少 十二萬七千三百塊 十二萬七千三百塊 好 最後答案是多少 二十一萬零兩百九十五塊 但是你在繳稅的時候 會去掉後面兩個數字 所以你最後只要繳 二十一萬零兩百塊 三百塊的稅 的那個登記稅 登記規費就可以了 那 最後你的登記費用會不會只這個數字 不會 為什麼 啊你代書不用賺錢喔 代書幫你繳稅他自己不用賺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單 最後代書算出來的金額 好 來我這邊大家看一下喔 那我都會把一些個資給刪掉喔 大家看不到任何個資 只會看得到我們是怎麼去算的 好 你看一下 代書這邊算得準不準 二十一萬零兩百塊 是什麼 是登記免許稅 也就是規費 那他要不要賺你錢 要嘛 所以所有錢 移轉登記 他的報酬額他賺多少 他只賺你三萬塊 所以為什麼會有 5%跟9.9%這個總價的落差 因為代書算你的錢是固定的 你今天是三百萬的房子 他一樣報酬就是算你這麼多 你今天是三千萬的房子 他算你的報酬一樣是這麼多 那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所佔的比例嘛 如果你連這個都算不出來的話 你不要去計較這些東西 你就是給仲介算就好了 最後一個不動產取得稅 不動產取得稅 就是我剛剛也教了大家一些 最簡單的方式 去算這個不動產取得稅 對不對 好 不動產取得稅的算法 就是直接拿固定資產稅 乘兩倍 再去加上三萬 大概就是這個錢 好 不動產取得稅 OK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真正的算法是什麼 真正的算法 我們一樣拿那個 剛剛的那個功課證明書 好不好 功課證明書 好 功課證明書看了以後 那它的稅率是多少呢 都是3% 都是3% 好不好 我印象中啊 印象中 好像明年 明年好像要漲到4%了 但是在今年為止都是3% 我印象有新聞有出來 好像明年 明年好像要漲到4% 好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呃 不動產取得稅 這邊 怎麼去算 好 一樣 功課證明書 它一樣是有分家屋跟土地 這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那家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金額 就是拿 6365000 去直接成為0.03 好 0.03 它會是多少 19萬 900塊 因為後面50萬會去掉 所以它只會算19萬900塊 好 這邊記一下 19萬 900塊 好 再加 好 我們這個土地的稅率 土地的稅率 922 166 再加 1844 333 好 算起來再去乘以0.03 欸 多少 0.03是82994 82994 所以它這裡呢 其實是只要加上 82900 好 那我們用82900 去加上 去加上 19 09 好 就會是 273,800塊 273,800塊 有沒有準 273,800塊 有準啦 對不對 但是 你要這麼複雜嗎 這個東西很複雜 就是 各行有各行的專業 你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去把那個 你是買房子是買一次 可能買兩次 那你不一定要去鑽牛角尖 一定要鑽到說 我要很細 我要講得很細 沒必要 大概就是6到10%就好了 你就記6到10% 那 比如說你今天買1000萬的房子 你就知道 1100萬的房子就夠了 我只要準備1100萬 我就差不多可以買了 對不對 這樣就很簡單 那剩下的交給仲介去算就好了 好 那仲介最後一定會給你一個總價 他不可能最後不給你總價 對不對 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輕鬆鬆 簡單的明瞭 OK 謝謝大家 掰掰 按讚 按讚 另外 按讚 超鈴鐺 按讚 最後まで 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Goodボタンも押して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他の動画を見てね バイバイ